时代力量日前在总统前静坐抗议 现场委员助理等群众与警方发生推起冲突 其中有媒体在五日晚间九时许拍摄中 正义分局一名女警大声呼喊 委员你的助理都在推我的胸口 现场推起的群众瞬间停止动作 事后这名女警表示暂时不追究 台北市议员王兴怡在脸书指称 习兄是事实虽然女警所谓的战不追究 也极可能是压力下的不得不为耿壁青塔 为习兄的时代力量立委助理 正是之前已有习兄前科的陈XX啦 中正义分局今晚回应 中正义分局女警两度出身是警委员 你的助理都推我的胸口 目前女警战不追究 警方尚未调查 但中正义分局强调 若女警打算提告或申诉 我们一定力挺同仁追究到底 时代力量日前在总统府前抗议与警方发生推起冲突 经传出女警遭助理摸凶 本报资料照片 记者肖亚军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